- 東京走的橋,我是巴伯,我是維恩,我們今天人來到了大阪,要帶大家來逛逛大阪的萬博紀念公園 我們搭乘了大阪的單軌電車,然後在萬博紀念公園站下車 萬博紀念公園的旁邊,就有一個很大的購物商場,叫做Expo City 所以公園配上購物商場,可以為一個很好的一日遊 寶寶也是除了台廠以外,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鋼彈 雖然比台廠的鋼彈還小一點,但是可以看到鋼彈對上薩克的景象也是蠻有趣的 那我們逛完商場之後,就可以直接從後面的中央口到達萬博紀念公園 我們是星期六來,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對啊,所以這邊的觀光客,本地的很多,外國人也很多 萬博紀念公園,它占地有264公頃 這個大小是10個大岸森林公園大 你看,我第一次看到有公園,它裡面的設施竟然是跟那個遊樂園一樣多的 這邊的門票一張是260塊,但是我們今天運氣非常的好 免費入園 那大家要記得在下午4點半之前入場喔 我身後的這個看起來很高的太陽之塔 是為了1970年的萬國博覽會所設計的喔 我們現在來到太陽之塔的下面,你看這個塔高70公尺 我在下面整個感覺非常的渺小 這個公園真的超大的,我們剛剛一路從正門走過來 經過草皮兒童樂園,然後現在這邊是可以踩天鵝船的地方 這邊也有兩個博物館可以參觀 一個是大阪日本民藝館和國立民讀學博物館 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日本庭園 光這邊就比大岸森林公園還大囉 我們在日本庭園裡散步一陣子之後 現在來到了陽光穿透樹林的瀑布 那我們最後再來到了深的空中觀察路 這邊散步到高3到10米 所以我們就上去看看景色吧 接下來我們要通過這個小小的獨木橋 前往最高的瞭望台囉 我們現在要去搭乘就在萬博紀念公園旁邊的Osaka Hill 那這個摩天輪的特色啊 除了它的全日本最高的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壓克力板啊 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我的腳下也是透明的 以上就是大寶萬博紀念公園 還有恐怖 摩天輪的介紹喔 一點都不恐怖好不好 我是波波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 不見好 沒有下次了 嘿